登家樓有野熊出沒 乾曼晚一個村莊 上星期開始發現到馬來熊的蹤跡 村民指出這隻馬來熊 目測有超過100公斤重 而且經常遊走在住宅區附近 導致當地超過600名居民 每天都提心吊膽 有人甚至不敢踏出家門 害怕一出門就碰見野熊 我們不肯定沒了 我們不肯定有水 我們在那裡按照他 然後他決定搭照他 他決定了 他決定搭車 他有五分鐘才可負地 他有點動身 他受 Sol入宅區附近 我們會找一個地方 他會受騙扣在家庭 因為他會當中午晨 所以如果在晚上 他们都进入了家庭 现在他们就在起床 收访居民指出 他是在星期一 发现邻居住家外大约10米 有一只野熊出没 他说以往这只熊 都只是在果园和森林一带流荡 不过最近却来到了住宅区内 吓坏了不少的居民 居民相信这只熊 是因为最近格外的活跃 是和这个水果的季节有关 导致他想要出来觅食 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 与国家公园局已经设置陷阱 并预请居民别靠近野熊 以免遭到攻击